周庭逃走了,对于那些暴动的领头人,拿回护照后,第一时间逃之夭夭,几乎是一早就估到的结果。 什么初心,什么齐上齐落,我们从来都不信,只是一帮被热血充分头脑的年轻人,才会将这种弃言误以为真。 不信是因为我们见识过,当年天安门广场上迅势淡淡的领袖,最后不一样一个一个逃到西方?周庭,不过是柴令的2.0而已。 日前,周庭在社交平台发了千字文,讲述自己的惨犯,除了因为2019年煽惑群众包围警总已经坐了6个多月监, 还有因为勾结境外势力,违反国安法一条罪,保释后审。结果,他直言说抵受不了压力,借前往加拿大升学的机会,弃保潜逃,还说明一世都不会再回来。 周庭还此地无银地说,自己并不是处心積累,欺骗国安。 因为他连12月回来香港的机票都买了,但经过深思熟虑后,念及香港的形势,自己的自身安全,心理和生理的健康,决定逃走,做通缺犯。 反对派从来都是,又要做表子,又要拿政治牌坊。 如果你不是乖乖地不动声息,出狱后准时到警署报导,又故作好学,申请去加拿大读书,买好来回机票做掩饰,甚至乖乖地跟国安回来地参观。 人家又怎会放你出境呢?由周庭一被捕,就消失在大众眼中,不再高调,不再以证,甚至不接触昔日的战友,就知道他处心積累。 都是那句,没有上断头台的勇气,就不要学人搞革命。 况且香港的法律很善良,先说包围警察总部这么大罪,都是只判几个月监禁。 放诸任何西方国家,包括他逃去的加拿大,这么重的罪,不判终身都起码坐二三十年。 周小姐只是在牢肉里捱了六个几月就叫苦了,又说得了焦虑症、惊恐症、创伤后遗症、抑郁症等等,这么脆弱,夹什么名呢? 周庭安令人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,是他在IG自爆,曾经跟随国安回来地。 那是国安署等他去加拿大升学之前开出的唯一条件,就是跟他说,跟我们回一次大陆。 由此可见,国家对这些犯过罪的年轻人确实是宽宏大量,也都一早估到他会一去不返。 周庭说,当日除了某些吃喝玩乐的行程,我还被安排参观改革开放展览,了解中国和共产党的发展,以及历代领导人的辉煌成就。 之后,我亦都被安排去到腾讯总部,了解祖国的科技发展。 坦白说,我从来不否定中国的经济发展,但是一个这么强大的国家, 还要求以进入中国大陆参观外国展览,作为拿回护照的交换条件,这何尝不是一种脆弱呢? 周庭又说,他不断被要求在展览logo前拍照打卡,他说,那些照片或者会有一天成为我爱国的证据。 那种恐惧就是这么有型的了,不少香港人会北上娱乐消费,而我便被逼去到中国大陆,要换取出境读书的机会。 这就是令我感到非常讽刺。 什么叫好心着雷劈呢?国安署给周庭的一日游就是最好的例子了。 这种考察、行程和方式是否能令年轻人爱上国家呢? 周庭的感想亦是被教育官员的一记当头铬渴。 当然,27岁周庭幼稚地以为乖乖听话是出国的交换条件。 其实我相信国家一早知道他会一去不返,于是就在他离去之前,让他好好地看一眼自己的国家。 或者他今天会以为自己脱烂,但是30年之后他一定会懊悔,尤其他预作的正正是中国富强西方衰落的大时代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